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如果条件都一样的话 为了保他的命 我还会去网组组的眼睛 他还想不出什么花招 他可能会把团子给藏起来 或跑到那里 然后骗白成熟园 团子不见了 叶华应该比较接近我们真实的性格 因为莫冤实在太成熟了 虽然我一直在对外宣称我很宅 但是有机会能够运动啊 或跟朋友出去健身或什么的话 我还是会去做的 运动还是蛮重要的 比如说做做一些核心啊 或跑步啊等等 我觉得运动的话 可能最重要的 还是鞋吧 因为找到一双 适合自己的 舒适的 然后针对面向运动的鞋子 其实非常重要的 不然很容易会受伤 我一般不太整人啊 因为我就是还是一个蛮爱好和平的人 然后也不太喜欢惊喜 但是最成功的整骨啊 可能就是对圆圆的求婚吧 我就反正把它带到一个 对我们来说特别有意义的地方 然后求婚成功之后 打开门 然后她所有 最最 好最亲密的朋友 全部都在 然后撒花而已 那我记得运运当初就下赏了 看你要怎么整啊 对吧 但我自己 经验分享 我觉得一颗真心 可能是最厉害的 整骨神器 当然有啊 就是 虽然我看司机 他们有距离感跟严肃 但还是很多人会整整我 就能想到最多的可能是 近期吧 那当然就是我们的 表面小姐在现场 就不能留下任何的把柄 或者余品给她 有不然就整天都会被整理死死的 对吧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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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